哈喽大家好我是菲菲 又到了一个快递今天 然后这个快递是中秋节的月饼 然后是我以前小时候偶像的 他们家的月饼 我现在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看 应该你们看这个了就看不出来了吧 这个 这是啥 这是谁 谢凌峰啊 以前我想说特别喜欢他 因为好像他出了一个品牌叫风味吧 然后在他们那个店铺上买的这个月饼 先擦一下看一下 以前很喜欢买的海报贴纸 你看一下这个包装 风味的月饼 然后有四个味道 然后他这个包装是这样子 这样 这样子这个紙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的 打动你的味道 谢凌峰 这里 这里还有一张这个谢凌峰的 帅造 以前还喜欢他 现在称不上喜欢吧 也称不上讨厌 就正常的 然后里面是这样的 看 一二三四五六八个月饼 四个味道 这两个应该是陈皮豆沙的 这两个是玉泥 就是玉泥泥泥味的 这两个是凤梨味的 后面两个是抹茶味的 你想吃什么味道的 里面是一个小盒 然后里面有一个包装袋 这样子 60克一个 他没配叉子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翻开一下很小的一个 你看我手掌 然后这个是菠萝味的 翻开一下 这样子的 好像五人 这个是那个凤梨五人味道的 可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是五人的 我喜欢吃那个莲蓉的 吃莲蓉的 我也喜欢吃 五人的 五人的感觉不香 太干色 哇好好吃 有那么夸张 你尝一下 真的 我以前不喜欢吃到这个味道 但是这个味道好扯 还有芝麻花生里面 这些 糖 然后有这个瓜子仁 我看到有这个瓜子仁 应该是 有这个酒香味 我们吃这个豆沙蛋黄 试一下再打开一个 这个是豆沙蛋黄的 我现在搬上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子 有股橙皮味 对了 橙皮豆沙蛋黄 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说 就是豆沙加那个了 是吧 嗯 我跟我老婆尝了两个 就随机尝了两个 味道 能接受 个人觉得五人的 比这个豆沙的好吃一点 里面是配有八个 八个月饼 四个味道 然后我是花了148块钱 其实我觉得送礼还是可以的 外观这个包装 挺漂亮的 我很喜欢他以前 基本上他开的歌 他出的歌我都会唱 当然是小时候 现在还好 现在不喜欢 现在只喜欢我老公 你看我老公笑 牙都没有了 这句实话 好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 风味的月饼 中秋节也快到了 你们可以去买一些礼盒 什么的 送给亲朋好友 其实是还不错的选择 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